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那华人呢 跟亚裔的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很多人来到美国 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 也是希望小孩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 那最近这些天 最高法院在审理的案件 就是和大学的招生录取有关的 而这件事也是使得当年非常多的父母走上街头去抗议 那就是有关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开庭 审理的案件中就涉及到两所学校 一个是哈佛大学 另外一个是北卡罗莱纳大学 那这两所大学被告上法庭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把种族作为一个考量的标准 华人家庭呢 非常明白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成绩好的亚裔孩子 能够进到高等学府里读书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Washington Examiner今年4月份的报告称 尽管亚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7% 但是这7%却占了全国最高SAT分数的20% 占了全国数学成绩最好的30% 那么目前长春藤盟校的亚裔学生人数 也占了所有学生的20%左右 特别在几所高等学府中 比例还飙升到了30% 高等学府里亚裔居然占到人数将近三分之一 于是这些学校呢 为了提高黑人和拉丁裔学生被录取的数量 所以他们就是要在录取的时候 考虑到种族肤色的因素 多录取一些黑人跟拉丁裔的学生进来 那么用他们的话来说呢 就是要确保少数群体在学校里面 有非常公平的体现 就是一眼望去啊 什么肤色的学生都有 而且比较平均哈 那这样对他们来说就叫公平 那把这两所学校告上法庭的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就跟这些实施种族配额的大学 看法完全不同 他们认为说 把种族跟肤色考虑成一个录取因素 这个才叫不公平呢 于是他们状告的目的 就是请求最高法院 要禁止大学在招生录取的时候 考虑种族因素 大学录取嘛 看成绩就好了 因为成绩呢 是最公平的测量方式 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符合资格 那如果要是符合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录取啦 那如果要是达不到标准 那你也不用录取啊 那这就是全世界 现在都在录取招生时候 采取的一种方式 那这些大学呢 倡导以肤色种族作为录取方式 说的是为了少数族裔谋福利 但是其实他们这样的做法 恰恰是伤害了所有族裔的学生 也伤害了他们自己 一个学校呢 录取的名额是有限的 那如果要是多录取一些 不达标的黑人跟西语义的学生 那就会少录取了分数达标的 合格的其他的学生 而那些达标的通过自己努力 考进高校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 也会被人否认他们的能力与水平 大家就会说 你看这个人进去啊 就是因为他有特殊优待嘛 就是因为他的种族肤色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不达标的人 但是还是被录取了 那对于学校本身来说呢 如果为了平衡种族 而招进来一群不符合资格的学生 那对于这些学生本身来说 也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基础不好 大学的课程又紧张跟不上 但是同时呢 这些学校的学费又是非常高昂的 他们还要深负着高昂的学生贷款 很多人因为学业的压力啊 没有办法完成 那中途就放弃了 导致没有办法毕业 那对于大学来说 这也是大大的降低了名校的招牌 名校出来的学生不再有保障 出来的质量参差不齐 那么名校也就没有那么名了 那目前呢 美国最高法院正在权衡的是 这些政策是否违反了民权法 而最终的决定呢 可能会从根本上影响 全美数百所大学的招生计划 那这个案件之所以备受瞩目 因为最终裁决 可能会终结几十年来的平权运动 并且极大的影响大学的招生标准 能够上名校当然好 能上长春藤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我们了解教育还有知识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就是 现在的高等学府变味了 他们不只是像以前一样专精学术 反而现在变成了研究觉醒文化的大本营 不仅这一次呢 他们从招生录取的方面搞起了种族肤色这一套 哈佛之前还开发了一个校内的手机APP 那这个APP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能够帮助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不分性别的厕所 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那些分不清自己是男是女的 LGBTQ的那些变性同性的学生 那不光是这个样子 其实很多这种高校现在变得也越来越左 那像脱北者朴延美也告诉我们说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这样一个经历 他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呢 都已经被这些左派的意识形态洗脑 在课堂上面呢 就必须要同意他们的意识形态 也必须承认白人的男人就是在压迫其他人 去责城了 我没想到俄学生的学生 去再看你社会把新的实际上 去责任的学生 去责任的学生 去责任的立即是 我认为那裡输了 我认为这位生命统统 去买护了一个回备 这位置的活动 有人在找到一个safe 的每一位置 那些密切的 尤其是不我正義 interacting brass她說你選挤 出來私是告訴我 我們知道全是被修理 boa GPA大學 可以解決什麼 了每個人 antenna 不是 distort волون 你們只知道 我沒有猜只需要 Этот科技 那现在在社会中 政府中我们也不乏看到非常多 社会地位很高 有名校毕业背景的左派 那学历高 社会地位高 赚钱多 但是这些事呢 都不能够代表 说他们的价值观是正确的 哪怕他们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这也不能证明 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看说 这样的一个形容 你能不能猜出来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呢 有很多的title 他叫美国免疫学家 现任的美国国家过敏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 及总统首席医疗顾问 参与艾滋病和 H1N1甲型流感 以及COVID-19等传染病的防治研究 以各种身份 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 50多年 自里根以来 他就一直是美卫总统的顾问 这个简历力不厉害 是不是无人能及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福奇博士 一个专精了公共卫生服务 50年的人 用新冠疫情控制老百姓 控制了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他连一个口罩的问题 都讲不清楚 刚开始告诉你不要戴 后来告诉你必须戴 不戴你就不能上班 你就会被开除 再后来变成戴一个不行 戴两个更好 或许呢 你耳朵上能挂住多少 你就全戴上吧 这样就会比较安全 那除了他之外呢 还有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 四星上将 教育背景呢 有哈佛大学杜兰大学 哇 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Richel Levin 她是一个自称是女人的男人 一个医学领域的专家 但是她支持儿童打青春期的组织剂 并且支持儿童做变性手术 再来看一个 最新任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教育的背景是哈佛大学 以及哈佛大学的法学院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Katanji Brown Jackson 但是她有这么高的教育背景 而且现在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成员的其中一个 她却不知道什么是女人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呢 都是社会上面非常精英的人啦 是被很多人羡慕的哈 那这些人呢 都是拥有高学历 拥有高的社会地位 赚钱的也足够多 但是他们有很多方面的知识 显然比我只读过小学的外婆 还要差得多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 还有很多是我们的立法者 比如说加州的一个参议员 Scott Winner 那他的这个教育背景呢 有什么 他有哈佛法学院的教育背景 还有哈佛大学 应该是读了其他的专业 以及杜克大学 但是他呢 以及同僚 却推出了非常多极端的意识形态的立法 比如说要毒品合法化呀 堕胎合法化呀 儿童变性手术 不需要家长签字 等等等等 反人类常识的法律 并且呢 他还言之琢琢的列举出一大堆 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法律依据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吗 这些是我们期待要变成的样子吗 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有名校背景的 社会上有极高地位的人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那以上的种种例子都告诉我们说 名校或许是一个世界上的成功的标志 但是并不能代表说这个地方是让一个人能够认识真理 并且可以拥有正确价值观的地方 至少现在的学校变成了这样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味地去追求名校 因为价值观是一个可以超越名校 是一个可以超越社会地位 是一个比学历和赚大钱更加重要的东西 因为只有正确的价值观 才会让一个人做出正确的正义的判断 而且拥有正确的认知 那么作为一个从名校毕业的 拥有高学历的 而且熟读圣经的 有着从圣经来的正确价值观的人 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才 才能够真正好的 在社会上还有家庭中起到最好的作用 不然的话呢 极有可能被洗脑啊 就变成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人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并不需要去簇拥 很多拥有名校光环的人 我们也不需要去簇拥 很多拥有社会上 普遍认为比较有学识的职业 比如说像是医生 律师和警察 要知道这些人也是人 如果他们不认识圣经真理 如果他们不跟从圣经的话 那么他们也会迷茫 他们也会没有坚定的价值观的立场 哪怕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范围之内 他们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 只使用世界上的知识 那么犯错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甚至连对和错都难以分辨 喜爱圣经真理 熟读神的话语 就让我们可以拥有来自属天的智慧 还有判断力 如果在学识上刻苦专严 那是更是再好不过 可以更好的服侍神 服侍人 为世界带来更多光明的影响力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报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消息 那就是自从最高法院宣判了罗素韦德案之后的两个月里面 美国发生的合法堕胎就至少减少了一万例 那么其中呢 德克萨斯州的跌幅最大 在法院裁决后的两个月里呢 只有十例的堕胎记录 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就不得不归功于代祷者昼夜不歇息的祷告 还有川普总统在任内的时候安排了支持生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进到最高法院 这样他们才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让现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有一万名的婴儿获救 可以成功降生 那在这个期间呢 也的确呢 是有很多人跑到外州去堕胎了 但是相比起没有推翻罗素韦德案之前 人数是大大大大的减少了 这是非常值得庆祝的 但是当罗素韦德案被推翻了之后呢 现在的堕胎法是由各州可以自行决定 仇敌是不甘心放弃向撒旦献婴孩为继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所以是正在以很大的力量来继续建立撒旦的祭坛 那么在我们即将到来的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中呢 就是有三个州要修改州的宪法来支持堕胎 要实行更加邪恶的 而且是把杀婴孩合法化的 而且是大量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这种流人血的罪行 那么要修改州宪法增加支持堕胎的三个州 一个就是加州 我们在选票上都能看到了哈 提案一号 Proposition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密歇根州哈 那在他的这个选票上面呢是提案三号 那还有一个就是弗蒙特州 在他那里是article 22 是第22条 那其中呢密歇根州哈 在这三个里面是极其极其邪恶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立法者呢 不仅想要把堕胎放进州的宪法里面 而且他们还在这一个法案里面 加入了一个并不是很引人注意的词 那就是绝育 这个密歇根州的三号提案呢 是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创造了无限的 而且是不受监管的堕胎还有绝育权 如果这个一旦通过 将不需要父母对堕胎和绝育有任何的同意 而且可以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 允许学校的辅导员带着孩子去做这些行为哈 那这项法案呢是由Plant Parenthood 这个计划生育组织啊 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共同撰写的 那他们这个目的毫无疑问 非常的明显 就是为了要大力的推行他们现在所推行的 LGBTQ的变性同性的议程 想想看哈 他们给孩子从小就教育这些极端的性教育 让儿童在非常小的年纪 大脑就受到这些刺激 而且把孩子性化 这毫无疑问的 就会导致这些孩子在非常年轻的年纪里面 就会导致一些性行为 然后会导致早孕呢 那现在这样一条的计划修书案呢 就会使得这个孩子可以瞒着父母去堕胎 那同时呢 他们又大力的宣传LGBTQ 变性同性这样的议程 这样的思想让孩子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器官 让孩子在青春期他的身体发育的时候 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让他们不知所措 让他们开始厌恶自己的第二性症发育 然后呢 他们又在宪法修书案里面偷偷的加进去绝育 让这些被洗脑的孩子 可以在没有成年人同意和监护下面 为自己决定要做绝育手术 而这种东西居然有人让他要变成一个宪法的权利 那这些无耻的法案背后呢 就是邪恶的政治目的 而牺牲品就是我们的孩子 真正引导这些事情 发生的在背后的操盘兽就是撒旦 他瞄准我们的下一代 想让我们的下一代变成最后一代 他要杀死在子宫里面等待出生的孩子 他要绝育变性这些正准备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走上这样一个永远都不可能生产的道路 那拟定这个法案的人如果真像他们说的一样 说我们是为了权利 我们是为了女性的自由 那么他们大可以说这个条款仅限成年人 但是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冲着小孩来的 而且一旦这种宪法修正案通过了之后 是非常不容易被推翻的 密歇根州这个一旦通过的话 再修改就必须要州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 然后才会提交给选民让选民来投票 但是你知道这样一个东西 可以出现在选民的选票上面 这就是已经是州议会同意的事情 也就是密歇根州的州议会 同意让孩子去堕胎还有做绝育 那当然如果这个东西要是通过了之后 你想要推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只是在历史上的成功率都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我们不仅要为加州还有福蒙特州的 这一次投票要投的宪法保障堕胎权的事来祷告 我们也要为密歇根州这个更为邪恶的 让孩子做绝育的宪法修正案来祷告 那当然有坏的法案也有好的法案 虽然有这些恶法在路上 但是在此次的中期选举中也有保护生命的法案 有两个州将在11月中期选举中 让本州的选民决定在州宪法中增加不支持堕胎 还有保护出生活婴的条例 那其中呢肯塔基州的二号修正案 就要明确的在宪法中加上说不支持堕胎 他们很多人之前说 我们的州宪法呀支持堕胎 或者像他们之前最高法院在50年前的判决 说我们这个美国的宪法支持堕胎 其实他们使用的都是隐私权这样的借口 他们说堕胎属于隐私 所以宪法保护隐私权那就等于宪法保护堕胎 那这个说法是完全完全错误的 如果这一次他们可以在宪法中加上说 明确的写上说我们不支持堕胎 那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没有办法 再使用隐私权作为借口 说宪法保护堕胎 那还有一个州呢 要修正州宪法 要增加说要保护出生活婴 那这个州就是蒙大拿州 我最近呢也看到纽森在YouTube上面打很多广告 说鼓吹让大家去投票一定要支持加州的一号提案 要让杀人变成被宪法保护 所以我们要继续祷告 要让加州密歇根州 还有弗蒙特州的选民们觉醒 要认识到生命是上帝神圣的创造 要认识到堕胎是杀人罪 而且起来在投票中向支持堕胎说no 不要叫留人血的罪留在自己和后代的手上 让这些要修改宪法保护堕胎的法案 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中都要被拦阻 不能够通过 那我们呢也要祷告 要让肯塔基州还有蒙大拿州的选民们 都要出来投票支持 保护胎儿还有出生婴孩这样的宪法修正案 他们敬畏神还有尊荣生命的行动 要影响到全美各州 那有位观众朋友呢 在周二的节目中给我们留言 他也是热爱生命 但是他一提到这个堕胎这件事呢 他总是有一些顾忌 他就觉得说这个哎呀有很多这个怀孕的妇女啊 哪怕是被强暴的对吧 那他这个怀孕的期间 他还是要有花费啊 他养孩子还是要有花费啊 那如果要是说经济实在困难 那要怎么办呢 因为养孩子的花销实在是太大 我在这里回答一下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杀人不应该是任何情况下的选择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富贵的人家 有很多的家庭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穷苦的 但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力量把孩子给养大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明白的就是 生命是极其极其宝贵的 不能够因为钱的问题选择杀死小孩 如果要是实在经济上面有问题 或者是实在没有能力抚养的话 可以选择领养 只要上Google上面 我那天就去Google上面随便搜了几个字 就是Adoption Organization 就是这个领养的组织 马上就跳出来一大堆 而且呢他们不仅是可以领养 而且还会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 我甚至都没有打开网页 在外面就写着说 如果你决定了 你选择了 说你可以把你怀孕的孩子送去领养的话 他们会支付怀孕期间所有的花费 所以钱不是问题 在生命的面前不应该有任何的犹豫 那如果有观众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有堕裁的想法 请你联络我们 我们愿意帮助你来联络领养的机构 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是这个解决的方式绝对不是杀人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芬莉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